好,那我不切畫面,請各位看前面 那我現在先把這一個拿掉 我加上一個UVSphere 接收預設值就好了 接下來我加一個平面 這平面是為了讓它看起來有點陰影的感覺 好,那我把這一個球呢 State Smooth 設起來,它會變平滑 好,這樣子我按F12看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開始設定這個東西的材質 所以我要選這個Shading Shading這裡 Shading這裡我按下一個Add New 這樣就會有一個新的材質出來 那在這裡我們先把透明度設成0.05 這樣子你按下去的時候你會發現 它變成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限時設計 它就變成... 我覺得它會變成shade 它的石頭 是誰 對於購物 這次 upright 1 2 2 3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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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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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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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8 9 9 8 9 8 9 9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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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會跳到三根 OK 那我們就把它的Repeat射高一點 這樣紋路又細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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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车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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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起來恐怕有點怪怪的 看起來恐怕有點怪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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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怪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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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